看一下我们刚刚跟学生所做的这一堂课的艺术品的赏息 学生把他的这些他的资料上传上来 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分不同的section 可以里面放资料哦 可以是学生的什么简报啦文件都可以哦 这里可以做东西还真的有点多 那做好这样啊那个加在上面 加在上面是我们刚定义的 来那如果做完以后呢 一样再点这个分享 分享的话各位知道这是网址 这是QR Code 那接下来下面你可以把它存下来 存PDF来我把它存下来看一下 存成PDF档 好A式的大小那直式跟横式 差别在这里来发布 那等它跑下来就结束了 那转成PDF档有时候有个好处啦 如果我没有打算付费 我的额图就是六个三个 那转下来资料在这里啊 资料在这里啊 资料在这里啊 你看见吗 哦所有资料全部都在这里啊 那就是一个答案下载下来嘛 就在你的电脑这里 应该打在什么 五年三班啊 年三班 对 好作品 储存 那存了下来以后呢 好在这里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来我们回左上角来 假设说一个东西 我再加一个哦 我刚发现其实这里我已经满额了 你看见吗 可是我刚做第四个他还给我做呢 什么时候跟我说我不想 没关系我们再做一下看看哦 假设我现在在做一个故事看板 好我打个story不打了 下一步你看一下 假设这做完以后呢 因为你的额度有限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点这三个点点 可以把它做删除 你看见吗 哦删除 这个连结也是这样 对外公开连结 这是把它封存 这是封存 有点像收到档案柜里面去 哦这个 然后这里点删除 删除他就怕说你误删了 再打一次密码 7466 如果确定完删除 就真的救不回来了 你高兴吗 所以其实如果做完 假设我 老师我就没有打算付钱 我就做着做着 建议老师做完了每一堂课 请你最后点哪一个 这个 其他这个比较不建议啦 其他说这个 他这个 他的结构也不适合是一张图 那他结构也不适合是CSV 可能是这个 不过你都可以输出看看 这没有问题的 输出完 如果确定真的 我的额度有限 那就点这三个点点做删除